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怀孕可以说是女性医生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过程 此前,印度有一个72岁的老太 经过了两年多的试管受精治疗后终于怀孕 不久前,在印度国家生育试管中心 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被认为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初产妇 产妇名叫卡乌尔 卡乌尔生下的男孩取名叫阿尔曼 重约两公斤,非常健康 但卡乌尔却招来了许多人的批评 他认为自己成为新妈妈并不太晚 直到现在,他才觉得生命变得完整 卡乌尔说,他与自己的丈夫已经结婚了46年 对于自己能否生下孩子已经不抱希望 在印度,无法神域有时候甚至会被视为受到神明的诅咒 受精白眼 偶然间卡乌尔看到试管受精广告决定尝试 经过两次失败后,卡乌尔终于成功怀孕 在印度,无后的家庭备受歧视 而卡乌尔的家庭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他的父辈留下大笔遗产 其兄弟姐妹却以无后为由 拒绝将他们应得的那份财产分给他们 有了孩子后,无后不再成为了兄弟姐妹不给他们财产的理由 至于他们死后孩子由谁来抚养 卡乌尔的丈夫答案是说,神会安排 不得不说,钱的魅力还是蛮大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